匯雙爺 大事不妙 你不如寵宮恕惠大王 走輪轉轉有何要事 匯雙爺 盧財本來的確在寵宮之內 服侍大王的 後來韓太傅和王子正前來貪汗大王 韓太傅他還以為大王治病為理由 命盧財暫時迴避 韓太傅以為大王治病 盧財也覺得奇怪了 所以一直留在寵宮之內 豈料聽到大王連聲慘叫 對, 奴財恐慌出事 所以特意來稟告兩位尚爺 快帶我去見大王 請 你快上去 皇帥… 大王…大王怎麼樣 黃小龍, 你膽敢冒犯大王 你該當何罪 你還不放手 大王沒事吧 好痛 韓小龍, 你膝蓋犯上 你罪歸萬死 不… 痛得又, 又多舒服 大王 我都說這種腳底按摩的方法 是有用的 大王, 到底發生了何事 韓太傅, 幫我用這個腳底按摩 來醫治我的…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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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風濕性關節炎 大王 是呀, 沒錯… 雷風濕性關節炎 是 沒錯, 是雷風濕性關節炎 大王就是因為得到這個病 所以每逢翻風下雨 都會腰酸背痛, 沒辦法入睡 令他每天早上沒辦法早潮 而不是大家所想的那種這麼猥瑣的原因 原則大王的病 和韓太傅的腳底按摩有何關係 關係很大,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雙腳 因為我們身體上 每一個部分的反射區都在腳板上 大家只要發現 自己身體哪一個部分不舒服 而在腳底上找到適當的反射區 加以按摩, 令到血液循環 這樣病就會得以舒緩 看來韓太傅真是真人不露上 連這些奇難雜症都懂得醫理 看來韓太傅幫孤王醫治過之後呢 韓太傅的筋骨 立即好像鬆了 好舒服, 韓太傅真是了不起的 大王過獎 醫學之道果然博大精心 看來微臣等 也要多向韓太傅學習一下 大王, 你要記住 腳底按摩是要每天做 並不是翻風下雨才做 這樣你的腰酸背痛 才可以突然舒緩 富王, 韓太傅已經把腳底按摩的方法 交給正兒 正兒日後可以每天看富王按摩 以盡口道 正兒真孝順 韓太傅果然是奇恩義士 李尚爺過獎了 韓太傅, 請恕本相直言 甚麼事?李尚爺 自古以來凡有才能者 都是不拘小折之人 不過過於我行我素 難免容易招人非議 是否楊全軍那邊有甚麼事說 我對於策略太子之事 華貴夫人和王子正已遭人匪諭 而韓太傅你亦難幸免 我一向我行我素 況且把口是生在別人 他們要說甚麼我都沒辦法控制 韓太傅是性情中人 能夠不畏強權跟召國公主浪跡天涯 確是難得 但是, 作為王子太傅 眾人亦會用世俗眼光看你 如今太傅跟公主尚未成親 卻同居於太傅府中 那就只怕會… 李尚爺, 千萬別誤會 我雖然跟公主住在同一間屋裡 但是, 我倆不是住在同一間房 本相當而相信 韓太傅是光明磊樂之人 只可惜, 人言可惟 太傅既然跟公主情投意合 何不早日成親 如此一來, 既可保公主名節 又可堵塞又猶中厚 亦未嘗不是一件美事 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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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韓大哥, 你回來了? 大哥才有幸福 酒菜剛好準備好, 你就回來了 今天甚麼日子這麼美? 這麼多菜式 大哥, 你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今天是公主的十八歲生神 都說了, 別說了 今天你生日呢? 連禮物都沒買到 其實有韓大哥在我身邊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我猜你這麼大的女兒 一定沒見過甚麼叫生日蛋糕 生日蛋糕? 我猜你, 大哥, 我很開心 好了 我給大家隆重介紹 你先坐下 這就是生日蛋糕 大大哥, 為甚麼蛋糕上有這麼多雙燈芯 問得好 其實每一支燈芯 代表壽星女的一歲生神 這十八支燈芯 代表她今天十八歲生神 好, 你接著要做的就是躲著眼睛 想一個願望 然後, 許完完之後 一口氣吹息所有的燈芯 願望才會實現 真的嗎? 你快想想願望吧 那我來唱生日歌吧 生日歌? 很簡單 我打拍子, 我唱一句, 你唱一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哥… 你這是甚麼家鄉話? 我不懂 對了, 你們英文真的不懂 那好吧, 唱一個你們懂的方言 我打拍子, 我唱一句, 你唱一句 工作你福壽於天齊 慶何你生神快樂 你不要眼睜睜看著我才行, 唱吧 我不懂唱 打拍子, 我唱, 我唱 連連都有今天, 碎碎都有今朝 恭喜你, 恭喜你 好, 許完了… 我希望永遠可以 和韓大哥在一起 公主, 快吹息燈芯 但…但記住 一定要一口氣吹息他 不然他的願望就不靈了 我不要哭, 我不要哭, 我不要哭 我…不要哭, 我不要去威尼氏 威尼氏? 不是, 我說不可以 你們先出去, 他在這裡就行 是 醒了, 醒了 醒了 請… 請,不要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